生日那天,我收到了陆之舟发来的短信,小月回来了,我们离婚吧,我回复,你跪下来求我呀。 第二天中午,陆之舟终于回了家,我正坐在沙发上缩螺蛳粉,我知道她最讨厌螺蛳粉的味道,我就是故意的。 她皱着眉冷眼看我,说,顾婷婷,离婚吧。 我说,好呀,房产和公司都归我,你净身出户。 她一愣,凭什么? 我说,就凭当初提出结婚的人是你,现在要离婚的人也是你。 你以为婚姻是淘宝购物吗?可以七天无理由退款。 她想了想,房子和其他东西都可以给你,公司不可能。 你不要无理取闹。 我说,我偏要无理取闹。 陆之舟没理我,转身就要走。 她就是这样的人,遇到不顺她心意的事情,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 我说,好走不送。 当天下午,她给我发来了离婚协议书。 我随便看了看,房产归我,公司归她,额外补偿我五百万,倒也算公平。 可我这三年的时间怎么算? 喂狗了吗? 三年前,陆之舟的公司认陷了资金周转问题,一度濒临破产。 她向我求婚,我答应后,我爸借了她五百万。 这三年来,我认认真真的做她的好妻子。 陪她出席各种聚会活动,帮她走关系,通门路,应酬各方牛鬼蛇神。 如果不是我,她怎么可能有如今的身价地位? 现在她想甩掉我,和白月光双宿双飞,真是想辟吃。 我转手也还了陆之舟一份离婚协议,只不过是财产,房子和公司全归我。 她净身出户。 陆之舟没回。 我想了想,认真地给她编辑了一段话,陆之舟,这是你能跟我离婚的最后机会,错过这村就没有这点了,你别后悔。 她这次倒是回了,公司是我的,法庭上见。 行吧,我抬手就把她拉黑了。 觉得还不够解气,我又打开公司的企业微信和钉钉,把她的账号注销了。 当初她懒得弄这些,都是我和秘书替她搞的。 没过多久,秘书小张就打来了电话,夫人,陆总的企业微信和钉钉。 我打断她的话,张秘书,你今年的年假休了吗? 还没有呢? 说起来,你是不是快结婚了? 我给你批一个月的假,你带着女朋友去马尔代夫度蜜月去吧,前公司出。 夫人,这,你现在买机票,明天就去。 这一个月内,我不想再在公司里看见你,明白吗? 我说,明,明白了,谢谢夫人。 张秘书回答,我每每睡了一觉,睡醒之后,发现陆之舟又回来了。 真是稀客呀。 自从江小月回国之后,陆之舟回家的次数便趋值可数,平均一周一次都嫌多。 今天一天里,她居然回家了两趟,我非常惊讶。 她狠狠瞪着我,顾婷婷,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我没搭理她,抬起手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片。 顾婷婷,你到底想怎么样? 她又说,我的条件已经开得很慷慨了,除了公司,别的我可以都给你。 只有公司不行,小职公司是我的心血,我不可能给你。 我懒得和她废话,默默给她的照片加了个可爱小狗滤镜,又从相册里挑了两张奢侈品的照片,一起发了朋友圈,感谢老公迟到的生日惊喜。 一路有你,三生有幸。 鉴于我已经拉黑了陆之舟,这朋友圈当然不是发给她看的,是给江小月看的。 一个月前,一个陌生的微信账号添加了我的好友。 这个号没有朋友圈,加了我之后也没说过话。 我知道她是江小月,因为除了她,还会有谁呢? 果然,五分钟后,陆之舟的手机响了。 陆之舟接起手机,表情瞬间就变了。 她非常温柔地喂了一声,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出门去接电话了,我从沙发上爬起来,把门反锁了。 就在我打电话给物业要求换锁的时候,陆之舟终于打完了电话,发现自己被锁在了门外。 我听着她在门外愤怒地敲门,足足敲了有五分钟。 我说,江小月不是在找你吗? 你快点去啊,可别让她等急了。 她扔下一句顾婷婷你别后悔,怒气冲冲地走了。 后悔?还不知道该后悔的人是谁呢? 我嫁给陆之舟,本是权衡利弊的结果。 我父亲没上过学,他靠煤矿起家,也就是所谓的煤老板。 因为出身低,所以不管他赚到了多少钱,有了多少权势,在圈子里总要被旁人看低一眼。 也因此,他花了大钱送我进贵族学校读书,要我学种种才艺,希望我不再被人看低。 可是没用的,无论我再怎么努力,在别人眼里,我永远都是没老板的女儿。 后来,我们明白了,要想摆脱出身,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结婚。 陆之舟就是那时候进入我的视线里的。 他出身书香门第,学历高,举止优雅,人长得也英俊。 他一个人创立了小制公司,仅仅三年时间就从居民楼里的小作坊成长为了数百人的大公司。 是炙手可热,光芒夺目的青年企业家。 父亲很看好他,于是我试着同他接触。 我听说他有个谈了七年的前任,就连公司的名字小支,也是结合了他们两个的名字。 是他口口声声地对我说,过去的一切已经过去了,他绝不会再回头。 我信了他,现在想想,我也是够傻的了。 婚后,陆之舟对我倒还不错。 他不爱说话,即使是在我的面前,也经常冷冰冰的。 我本以为他就是那样的人。 直到有一次我陪他参加同学聚会,大家都喝多了,回忆起了大学时候的事情。 我才知道,他当年对江小月有多温柔,有多好。 原来他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没关系,我对自己说,他不爱我,我也不爱他不就行了。 从那一天起,我的心就冷了下来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真地扮演陆太太的角色。 在我们这种圈子里,夫妻之间毫无感情,表面相敬如宾,暗地里各玩各的人也有不少。 我想的是,虽然他不爱我,但只要他尊重我,只要他在人前给我和我爸足够的面子,那我也就认了。 可江小月回来了。 江小月是一个月前回国的。 我知道,是因为陆之洲那天没有去参加我筹划了半个月的投资人会议。 而是去了机场,去接他。 他留我一人面对众多投资人,口干舌燥地去道歉,去替他解释。 会后,我从张秘书那里问出了陆之洲的行踪,然后去了吕卓然的办公室。 吕卓然是公司的市场部经理,也是陆之洲的好哥们。 他,陆之洲,还有江小月三个人是大学同学。 看见我,他显然十分心虚。 嫂子,你,你怎么来了? 手机给我。 我说。 我从他手中夺过手机,点开微信,果然在朋友圈里看到了江小月刚发的照片。 照片上是陆之洲棱角分明的侧脸,还配了文字,回家真好。 我一边冷笑,一边截图发给了自己。 嫂子,嫂子,你听我解释。 吕卓然说,当初江小月是得了癌症,才出国治病的,连她自己都以为自己活不长了。 谁知道,谁知道她居然治好了呢? 我怎么听说,她出国是因为傍上了有钱的老外呢? 我说,我还听说,她当初是嫌弃陆之洲没钱,所以才甩了陆之洲。 吕卓然面露苦涩,那都是假的,是江小月编出来骗陆之洲的。 她怕陆之洲知道她的病情之后,太伤心想不开。 哦,合着他们俩情深似海,情笔金尖,我才是多余的呗。 我就该为了成全他们俩的绝美爱情,默默退出。 没有这样的道理。 第二天,我收到了陆之洲送来的律师函。 他要起诉离婚。 我转发给了我的律师送名礼。 她很快回复,对方提出的财产分割方案是合理的,想要让她净身出户很难。 我们赢的可能性不大。 我回,不需要她净身出户。 宋明礼直接打来了电话。 顾女士,您说不要对方净身出户是什么意思? 您同意对方提出的财产分割吗? 我回答,不是。 我的意思是,我不想离婚了。 宋律师仿佛十分惊讶,您不打算离婚了。 不离了? 我说,是他陆之洲想离婚。 我凭什么离婚? 我偏不离。 宋律师似乎无语了。 我问,不离婚的话,迎面大吗? 稳迎。 宋律师回答,众所周知,我国的法院是最不愿判离婚案的。 只要您不想离婚,无论是出轨、家暴还是吸毒赌博,法院都决不会轻易判离。 对方就算非要离婚,也能拖他个三年五载。 太好了,这事就交给你了。 我说,果然,一个月后开庭,宋律师激情发挥,在法庭上痛陈我对陆之洲的深情厚爱,将法官感动得热泪盈眶。 离婚起诉,驳回。 当天晚上,我发了个仅江小月可见的朋友圈,生是我的人。 死是我的死人,我不放手,谁都别想抢。 我就知道有人会坐不住。 果然,五分钟后,江小月发来了微信,约我见面。 更,我终于见到了江小月,她确实长得挺漂亮的,说实话,比我漂亮。 但是没关系,我有钱啊。 一上来,江小月就给我道歉。 她说,她回来的时候并不知道陆之洲已经结婚了,她并不是有意要破坏我的婚姻。 然后,她就开始回忆起她和陆之洲当年海誓山盟的恋爱经历,真可谓是曲折离奇,可歌可泣。 我耐着性子听了一会儿,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开始低头,玩手机消消乐。 我玩得正起劲,突然发现她不说话了。 我抬起头来,你讲完了,那我走了。 顾婷婷,她连忙叫住了我。 怎么?我知道是我和陆之洲不对,我们对不起你,可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她现在已经不爱你了,你强留她也没有意义,请你跟她离婚吧。 我面带笑意,认真打量起她来。 江小姐,你要清楚一点,不是我不与陆之洲离婚。 我早就给过她一份离婚协议,是她不同意。 说到底,她还是舍不得钱罢了。 如果真如你所说,你们两个是真心相爱,她爱你。 就该抛弃一切静身出户,跟我离婚,然后去娶你。 而你爱她,就该默默陪伴在她的身边,不强求她娶你,令她为难。 江小月愣住了,很显然,我的这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令她无法反驳。 我微微一笑,说到底,还是你们俩不够相爱罢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能猜到,江小月肯定是一回家,就去跟陆之洲告状了。 因为当天晚上,陆之洲一口气给我打了二十多个电话。 我当然没接,因为预料到这一对,狗,男女不会善罢甘休,我干脆让张秘书也给我订了张机票,安排了六个月的欧洲度假旅游。 第二天一早,我就乘飞机溜了。 接下来的六个月,我快快乐乐地在欧洲旅游。 偶尔抽空跟宋律师打个电话,听他讲一讲那对狗,男女的事情。 宋律师说,陆之洲在积极筹备着第二次起诉离婚。 然而,根据我国法律,两次起诉直接必须要等上六个月才行。 据说,他听到这个消息时,鼻子都气歪了。 与此同时,陆之洲与江小月两个人已经不要脸地公开同居,在各种场合出双入队了。 能告他俩重婚罪吗? 我问,这个恐怕有些困难。 宋律师说,但是他似乎送了江小姐不少礼物。 我们可以告他私自转移婚内财产,冻结他的银行账户。 好,就这么办。 我说,不过,宋律师犹豫着说,对方也可以申请解除冻结。 我们就算赢了,也不过是让他们花点钱而已。 没关系,我说,我就是想给他俩添个赌。 几个月后,宋律师又打来电话,告诉我转移婚内财产的官司打赢了。 江小月把他收的那些礼物通通吐了出来。 好呀。 我说,多亏了有你,宋律师。 这些赔偿款就给你当奖金了。 宋律师谦虚了一番,乖乖收了。 顾女士,我还有一个消息。 她说,陆之舟第二次提出离婚起诉了。 这一次,你还是不打算离婚吗? 不离。 我说,这恐怕有点难度。 没关系。 我说,到时候我会回国。 我亲自上法庭去应诉,保准让她离不了。 六个月后,我如约回国,参加陆之舟起诉离婚的庭审。 许久未见,陆之舟看上去憔悴了不少。 我早听说公司这几个月并不顺利,新业务拓展失败, 投资人们又纷纷撤资,账户还被法院冻结了好几个月, 她只得东奔西走到处去借钱, 却又处处碰壁,着实狼狈不堪。 真是活该啊。 我看到江小月也来了,坐在陆之舟身后的观众席上。 她化着精致的妆容,身穿高定礼服,倒是依旧美丽动人。 她的神情有些焦躁。 我知道是为什么,她的肚子已经明显带起来了, 陆之舟要再离不了婚,他们俩的孩子就要成私生子了。 呵呵,太活该了。 法官宣布开庭。 一番流程过后,陆之舟的律师先发言。 他这个律师一看就很贵,说话一套一套的,慷慨激昂,激情洋溢,兔墨横飞,各种比喻句排比句张口就来,跟不要钱似的。 终于等到陆之舟的律师说完,轮到我方发言了。 我站起来,解开外套,露出突出的小腹。 宣律师说,法官您看,我方当事人怀孕了,根据法律,女方孕妻是不能被离婚的。 陆之舟当场就绷不住了,假的?不可能。 宣律师,法官大人,请允许我方提交病历和避钞作为证据。 宣律师把病历和避钞复印件递了上去。 法官,女方确实是怀孕了,这种情况不可能离婚。 原告,你们撤诉吧。 陆之舟的脸都黑了,观众席上,江小月的脸色也难看至极。 只有陆之舟的律师还保持着沉着冷静,他与陆之舟尔语了几句, 然后对法官说道,法官大人,我方主张,女方的孩子不是我当事人的。 宋律师稳如老狗,原告, 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啊,你有证据吗? 陆之舟忍不住开口,孩子根本不是我的。 我这半年根本没碰你。 宋律师,证据呢? 陆之舟,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孩子是我的? 宋律师,你和顾婷婷还没有离婚, 法律上,她的孩子当然是你的, 根本不需要额外的证据证明。 陆之舟哑火了。 到时她的律师还在苦苦坚持, 法官大人,我方请求对孩子进行亲子鉴定。 宋律师,我方拒绝。 陆之舟,你拒绝就是你心里有鬼。 法官大人,必须进行亲子鉴定。 法官苦着一张脸, 法庭不能强制女方进行亲子鉴定。 女方现在不同意, 亲子鉴定就无法进行。 要证明孩子不是陆之舟的, 就需要做亲子鉴定。 而做亲子鉴定,需要我同意。 我不同意,就不能做亲子鉴定, 孩子就默认是陆之舟的。 完美的闭环就这么形成了。 陆之舟傻眼了。 作席上的江小月也傻眼了。 法官,原告, 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说吗? 没有的话就抓紧去撤诉吧, 别浪费大家的时间。 陆之舟的律师垂死挣扎, 我方要求庭审延期进行。 我方需要时间去收集孩子不是南方的证据。 宋律师打断了他, 法官大人, 根据我国法律。 女方怀孕期间, 禁止南方提出离婚。 可根本没规定女方的孩子一定要是南方的吧。 无论孩子是谁的, 法律规定不能离婚就是不能离婚。 南方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法官点了点头, 确实是这样。 原告, 你还是抓紧撤诉吧。 庭审结束, 我和宋律师喜气洋洋地走出法庭。 没想到, 陆之舟冲过来拦住了我。 顾婷婷, 算你狠。 她恶狠狠地等着我, 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 说道, 我同意净身出户了, 现在就签协议吧。 我笑呵呵地瞅着她, 哟, 怎么了, 江小月的肚子等不了了。 跟小月没关系, 你不要把她牵扯进来。 陆之舟现在还在维护她。 我笑, 行吧, 确实是跟她没关系, 但是跟我有关系啊。 我现在怀着孕呢, 我可不想让肚子里的孩子 还没出生就没了爸爸。 陆之舟一脸不耐烦, 我都说了, 我同意把公司给你, 净身出户。 可我反悔了呀。 我说, 我第一次给你发离婚协议的时候 就跟你说过吧, 那是你能跟我离婚的唯一忌讳, 是你自己没抓住, 可怪不了我呀。 顾婷婷, 你到底想怎么样? 陆之舟问, 我想了想, 你跪下了求我, 我或许可以考虑。 宋律师开车送我回家。 路上, 宋律师问我, 顾女士, 你还不打算离婚吗? 我说, 不离。 我就要恶心死他们俩。 宋律师有些犹豫, 那您孩子的父亲。 我笑了, 没有父亲, 这孩子是我在伦敦精子银行做的试管婴儿。 我不知道父亲是谁, 只知道他身高185, 金发闭眼, 没有遗传疾病, 而且智商260。 宋律师不由地感叹, 你们有钱人的世界, 我真的不懂啊。 陆之舟坚持不肯撤诉, 法院判了他败诉。 我听说, 他和江小月公开举行了婚礼, 他们俩还打算移民美国, 在美国结婚。 我问宋律师, 陆之舟要是在美国领证了, 能告他重婚罪吗? 宋律师说, 能。 只要他回国, 就能告。 能判几年? 最多两年。 两年也行。 我说, 你替我盯着点, 只要他回国, 马上就去告。 好嘞。 宋律师说。 顾女士, 宋律师又说, 我能问你个私人问题吗? 问吧, 你为什么这么恨陆之舟? 他婚内出轨固然可恨, 可你这么跟他耗下去, 自己也得不偿失啊。 我说, 我恨他, 不是因为他出轨, 我恨他, 是因为他的傲慢。 他从来没有尊重过我, 他从来没有把我当作一个平等的人来对待。 在他的世界里, 只有他和江小月是人, 我们其他人都是没有感情的NPC罢了。 到今天, 他都还没有向我道过歉。 宋律师愣住了, 所以你那时候说, 让他跪下求你, 其实是认真的。 我点点头, 是的, 如果当初江小月刚回来的时候, 他能坦然向我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 再认认真真地道个歉, 我会同意离婚的, 何必拖到现在这种境地。 可他非要欺骗我, 冷落我, 把我当傻瓜, 后来又算计我, 威胁我。 他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妻子, 甚至没有把我当人看。 有些人, 爸妈没教给他要尊重他人, 社会也没教, 我只好亲自教一教他。 宋律师沉默了许久, 说, 我觉得现在这个教训还不够, 我有几个会计朋友, 我帮你联系一下, 再查一查他公司的账吧。 我说, 好。 在宋律师和他的朋友们的不懈努力下, 陆之舟的小职公司终于又一次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不同的是, 这一次可没有冤大头借钱给他渡过难关。 我听说, 陆之舟这几天愁得头发都白了, 他和江小月出国结婚的事自然也耽搁了下来。 但我没想到, 江小月又一次联系上了我, 约我见面。 我很好奇, 就同意了。 我和江小月约在了一家私房咖啡厅, 他的肚子已经很大了, 我也开始显怀, 我们两个的见面在旁人眼中 可能更像是孕妈交流会, 而非是情敌相见。 他开门见山, 小职公司是职周的心血, 顾婷婷, 我求求你, 你高抬贵手吧。 我笑呵呵地看着他, 凭什么呀? 他沉默了一会儿, 说, 我愿意主动退出, 我会离开支州, 我把他还给你, 求你别再伤害他了。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好好过日子吧。 Excuse me, 他是脑子进水了吗? 他这说的是人话吗? 我都给气笑了, 还给我。 抱歉啊, 陆之舟这个人, 我可要不起。 江小月像是没听懂我的话, 楚楚可怜地说, 我会一个人回国外去。 孩子我也会独自生下来养大。 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再打扰你们的。 我实在听不下去, 打断了他。 江小月,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无私, 特别伟大? 为了爱情牺牲自己, 成全陆之舟和我。 我谢谢你啊, 用不着。 江小月还要再说什么, 但我没给他这个机会。 我觉得你和陆之舟特别般配, 真的。 我说, 我祝福你们两个百年好和, 永远所死, 谁都别再出来祸害别人。 那天晚上, 我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原来, 陆之舟不知怎么得知了 江小月想把他还给我的事, 两人吵了起来。 陆之舟情绪十分激动, 天天又在开车, 于是, 车祸了。 围观群众把他送进了ICU, 医生需要家属签字, 于是就找到了我。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正是午夜。 江小月正守在ICU的门口, 一脸的憔悴。 她倒是没什么事, 听说, 车祸的那一瞬间, 陆之舟猛打方向盘, 保护了她, 自己却因此受伤严重。 泽泽, 真伟大, 还会英雄救美呢? 医生问我, 你是陆之舟的家属吗? 你怎么才来? 我是。 我说, 我是她老婆。 医生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旁边的江小月, 眼神在我俩凸起的肚子上游走, 表情复杂。 她拉着我进到办公室里, 递来一答文件, 病人现在情况非常危机, 需要立刻手术。 手术的风险很大, 不保证能救活, 而且很可能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你考虑一下, 要是同意手术就签字吧。 我, 不用考虑, 不救了, 直接拉太平肩吧, 谢谢。 医生, 你确定? 那就在放弃治疗同意书上签个字。 我, 好嘞。 在放弃治疗书上签下名字的一刹那, 我突然感到, 善恶有报, 原来是真的。 后来, 我又见了江小月一面, 她那时已经生产了, 是个女孩。 听说, 她已经办好了护照, 要带着孩子去美国了, 她此生应该都不会再回来。 我其实不太想再见她, 但是, 我必须与她做个了结。 江小月显然也并不想见我, 她咬牙切齿地对我说, 支舟都已经走了, 你还不肯放过我吗? 顾婷婷, 是我对不起你, 我求你高抬贵手吧。 瞧你说的, 我又不是什么魔鬼。 我说, 我就是有个东西想给你。 陆之舟死后, 我作为妻子, 继承了她的全部财产, 江小月什么都没得到。 我想, 她应该也想要点留什么, 来纪念陆之舟, 所以, 这是陆之舟的骨灰。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白瓷罐, 送给你了。 你既然那么爱它, 就好好留着做个念想吧。 我转身潇洒离去, 两个月后, 我生下了一对金发碧眼的龙凤胎, 我给他们取名顾兮, 顾旺。 我雇了两个御婴师全职照顾孩子。 有钱有闲, 还没有男人碍眼, 我相信我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故事二 喜欢她十年, 婚礼当天, 她抛下我一个人去找她初恋去了。 在喜欢许慎的第十年, 我终于要如愿嫁给她, 却没想到, 婚礼当天, 许慎为了初恋, 把我一个人抛下。 而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在喜欢许慎的第十年, 我终于要如愿嫁给她。 我以为, 年少时的美梦终于要成真, 却没想到, 我们之间的感情, 只是我一厢情愿罢了。 婚礼当天, 许慎为了初恋, 把我一个人抛下, 而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后来, 她却红着眼眶, 苦苦哀求我, 再给她一次机会。 我直接甩了她一个巴掌, 别说这样的话, 我嫌恶心。 饭桌上, 我和男友像往常一样, 交谈着彼此工作上发生的事。 我还是维持着和以往一样的笑容, 不见丝毫异样, 但却怎么也集中不了注意力。 我盯着许慎手腕上那只表, 看了看, 只觉得特别刺眼, 刺得我眼睛生疼。 想起白天遇见许慎朋友, 她满怀感慨地说, 嫂子, 幸好有你, 你都不知道她以前被软出这个女人害成什么样, 滴酒不沾的人那段时间又是抽烟, 又是喝酒, 都快把身体糟蹋坏了。 那段时间, 我们都觉得老许不想活了, 毕竟有自杀过的前科, 可给我们担心坏了, 还老留着以前那些破玩意儿不肯丢, 不知道她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 遇上软出这样狠心的女人。 片刻后, 她似乎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 不就是得笑道, 你看我, 老提这些晦气是干嘛, 现在老许有嫂子是她的福气。 紧接着, 她又絮絮叨叨了, 我是怎么对许慎好, 怎么照顾许慎, 怎么拯救她于软出这个泥潭之中。 她夸了我很多, 最多的词汇是贤惠懂事。 虽然被夸奖, 但是我一点儿也开心不起来, 从许慎朋友的话中我依稀可以知道, 软出这个女生和许慎之间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是有多爱啊? 爱到向来自律高傲的许慎, 为了她学会抽烟喝酒, 甚至想轻生, 而我乔玲玲算什么呢? 是她受伤之后的慰藉, 亦或者是不敢再爱之后的将就。 所以, 这块手表也是软出颂的吧。 手表的表带发就, 明显是很久之前的了。 一番话在我心里翻滚了无数遍, 话到了嘴边怎么也说不出。 或许是害怕那个答案毁灭我心里的希望。 玲玲, 玲玲许慎察觉到了我的心不在焉, 困惑地看着我, 你怎么了? 她的眼神温柔带着关切。 我犹豫再三, 还是问出了那个我关心的问题。 这块表是谁送的呀? 其实, 我知道自己的刨根问底 不是什么聪明的做法, 问到了答案又能改变什么呢? 而且, 我的心里明明已经知道答案了, 但是我就是不死心。 我就是要她亲口告诉我。 听到我的问题, 她似乎僵了一下, 抬起眼看我, 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我勉强维持住笑意, 就是好奇吗? 她似乎不知道怎么回答, 犹豫了一会说了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一个以前的朋友送的。 我的心往下一沉, 这么避重就轻的回答看来, 就是软出送的。 狠了狠心, 我追问道, 是不是你的初恋送的? 我在她面前素来是温柔的, 非常顾虑她的感受, 生怕叫她不高兴。 这副难得的咄咄逼人的样子, 让她愣了一下, 随即沉默地点了点头。 这一瞬间, 气氛陷入了尴尬的沉默当中。 我们默契的都没有再说话, 安静地吃着饭。 而那份我第一次学会做的菜, 许慎最喜欢的红烧大虾, 也没有怎么被动过。 回到房间, 我只觉得一颗心 好像被一只手紧紧抓住, 难受得厉害。 我算什么呢? 我在心里一遍遍这么问着自己, 我知道谁都有过去, 我虽然会嫉妒, 但也不是蛮不讲理的人。 道, 虽然对于他们的深刻过去, 我满怀酸涩, 但我也不会死抓着不放, 让我真正介意的是, 许慎是不是还没有放下过去。 她明明已经和我在一起了。 为什么还要带着 以前另一个女人送的表? 她的心里是不是也默默地 为那个女人留出了最珍贵的位置, 而别的人无法触碰? 其实, 许慎在和我相亲的时候, 就跟我坦白过她的恋情。 那时, 她如画的眉眼带着些许忧郁。 乔小姐, 我曾经有过一段比较深刻的感情, 我觉得有必要对你坦诚。 但我现在出来相亲, 就已经是完全放下过去, 准备重新开始了。 她双眼认真而专注地看着我,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相处试试。 我当时被一阵狂喜砸晕了头, 只知道傻傻地点头。 天知道, 在这次相亲之前, 我已经暗恋了许慎整整七年。 曾经, 我都以为我的暗恋要无疾而终了, 没想到许慎会再一次 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好像马上要触碰到我的月亮了。 没关系的, 过去就过去了, 我只要你的未来属于我。 那天快要结束之际, 我主动地牵住她的手, 认真地看着她说。 她有些惊讶于我的主动, 随后露出了那天相亲第一个笑容。 好, 她会握住我的手。 那天起, 我们开始了解彼此, 慢慢地, 感情也越来越好。 我刚开始, 其实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 许慎也不会做饭, 还忙于工作。 两个人要想长远地走下去, 势必要有一个人妥协, 而往往妥协的, 都是更爱的那个人。 于是, 为了我们的未来, 我开始学做饭, 从刚开始黑乎乎地无法入口, 到现在的像模像样。 而我学会做的第一道菜的, 就是许慎最爱的红烧大虾。 我还记得她那时候的表情, 她吃到红烧大虾的眼神, 都是亮晶晶的, 夸张地竖起了手指。 天哪, 灵灵, 我觉得你做得比酒店的大厨都要好吃, 然后笑着亲吻我的额头说一句, 辛苦了。 我本以为我们的感情已经渐入佳境, 这几年许慎也对我越发亲密, 甚至会埋在我的脖子里跟我撒娇, 老婆, 老婆。 没想到, 这一块手表打碎了我的幻想, 打破了我为自己编织的美梦。 许慎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我? 至少她在我面前都是冷静自持的, 我甚至都不能把她和朋友口中 为爱痴狂的男孩子等同到一起。 原来, 许慎这么爱过一个人, 爱到现在说不定都没放下。 我躺在床上, 看着空荡荡的另一边, 鼻子又是一酸, 一颗颗眼泪无法抑制地落了下来。 门突然被推开了, 传来了许慎低沉的声音, 老婆。 我快速把头转了过去, 一方面是真的生气了, 还有一方面是我不想让她看见我的眼泪, 好似是用来威胁她的武器, 我要的是爱不是怜悯。 床猛然一中, 我知道是许慎躺上来了。 她抱着我的腰, 声音略微有些沙哑, 老婆,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依旧沉默, 不想说话, 我做不到不生气。 这怎么能不生气? 男朋友留着前任的东西, 还是若珍宝, 有哪个女人能真的不介意? 反正我做不到那么大度。 她试着转过我的身子, 但我憋着一股静, 抵抗着放在我肩上的那只手。 她带着哀求和讨饶道, 老婆, 你不理我, 我真的很难受。 说实话, 一个向来高傲的男孩子, 低头做出一副受伤小狗的模样, 真的很容易让人心软。 以前, 我们也吵过几次架, 她一做出这副模样, 我就忍不住心软。 这回又是想凭借这样的招式, 蒙混过关。 我忍不住了, 抬起发红的眼直直看她, 那你带着初恋给的表, 有没有想过我会难受? 我声音哽咽道, 难道我的心就是石头做的, 不会痛得对吗? 越说我只觉得越委屈, 猛地甩开她的手, 许慎。 你就仗着我爱你是不是? 所以觉得有恃无恐, 怎么做我都不会离开你。 看到我的眼泪, 许慎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 抬起手想为我擦眼泪。 被我猛地拍开了, 我用了十足的力气, 能听到一声啪的脆响。 她不顾我的挣扎, 把我按在她的怀里, 认凭我怎么打她撕咬她, 也不肯松手。 老婆你看, 说着她抬起白皙的右手, 手腕上那只旧表, 却已经消失不见。 看我安静下来, 她亲了亲我的脸, 哀求道, 老婆你原谅我吧, 好不好? 我依旧不说话。 她晃着我的身子, 撒娇道, 老婆, 我知道这回我错了, 但是我真的只是 带习惯那表了才没换, 没有别的意思。 这一刻, 我想了很多。 我闻到了她身上传来的淡淡的烟草味, 估计是刚才在外面抽了好一会烟, 许慎很少抽烟, 除非是压力大, 心情烦躁的时候。 我难以判断她是为了我们吵架怕失去我而心烦, 还是为了我不肯让她戴那块表心烦。 我不知道她放弃那块表是不是无奈之下的妥协之举, 但是看着她那双乌黑湿润的眼睛, 里面满满当当都是我的身影, 还又带着一丝紧张和无措, 我终究还是心软了。 回报住她, 你下次再这样, 我就真的不要你了。 听到这话, 许慎把我抱得更紧, 紧得仿佛要把我融入她的骨穴之中。 她跟我保证道, 放心, 玲玲, 我不会再让你难过了。 我在她的怀里, 闭上了双眼, 尽管心里仍带着一丝不安。 别瞎想, 不管怎么说, 她最后还是选择你了不是吗? 而且她都说过了, 只是带习惯了而已。 我只能在心里这么安慰自己。 至少那一刻, 我没有办法放弃许慎, 我一想要跟她分开, 心就痛得要死掉。 这几天, 许慎总是回家得很晚, 饭桌上的菜早已凉透了。 有几次回来的时候, 我甚至已经睡着了, 看到旁边有被人躺过的痕迹, 才意识到许慎曾经回来过。 今天, 我强压着睡意, 等她回来。 她换鞋进来, 眉眼间仍然带着一丝疲倦, 看到我的那一刻, 松了眉, 展开一丝温柔的笑容, 平时不是十点就睡的吗? 今天怎么还没睡? 现在已经将近十二点了。 我小跑着过去抱住她, 依赖地蹭了蹭, 因为我想等你回来吗? 我仰起头看她, 轻声抱怨, 好久没有跟你好好说说话了。 许慎宠溺地揉了一把我的头发, 解释道, 最近工作忙。 等工作, 闲下来了我再好好陪陪你。 好吧, 工作原因, 我也没有办法生气, 突然感觉腾空而起, 原来是许慎把我抱了起来。 我惊得一把搂住她的脖子, 生怕摔下去, 干嘛呀? 许慎把我抱到了客厅的沙发上, 一个接一个地吻, 落到我的脸上, 脖子上。 她喊着欲望的声音含糊不清, 老婆, 我想你了。 气氛热烈而疑你, 突然, 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响起, 打破了暧昧的氛围。 我推了推身上的人, 电话, 你电话响了。 许慎耍赖地, 不肯从我身上下来, 别管电话了, 好烦人。 说着, 又一个稳落在了我的身上, 不行, 万一是工作上的事呢? 我推阻着劝说道, 烦死了, 这个时候来电话。 她不耐地低声咒骂, 由带着少年义气的眉眼, 让人心动不已。 我笑着凑上去抱住她哄, 不生气了。 她无奈地拿起了手机, 神情一僵, 然后直接挂断。 我疑惑, 怎么不接啊? 她轻描淡写道, 骚扰电话, 说着把手机静音, 又过来亲我。 我被她亲得迷迷糊糊的, 也没再想电话的事了。 在一次收到许慎加班的消息后, 我想了想, 自己晚上也没什么事, 便决定去她公司给她送饭。 到了许慎公司楼下, 我正准备给她打电话, 却看到许慎被一个女孩子紧紧抱住了。 我一颗心仿佛被放在油锅里, 煎熬痛楚。 深吸了口气, 我还是拨通了许慎的电话, 强忍着愤怒开口, 许慎, 你现在在办公室加班吗? 嗯对, 怎么了? 语气平淡, 没有一丝波澜。 那在公司楼下被抱着的是谁? 大骗子。 我说完这句话, 就看到许慎猛地正开了女孩子的手。 她慌乱地四处张望着, 似乎在找我的踪迹。 看到我冷漠地拎着保温盒站在那, 她跑了过来, 喘着气道, 玲玲, 你听我解释。 当我看到女孩子的面孔时, 只觉得浑身冷得厉害。 那是许慎刻骨铭心的初恋, 我曾远远见过几面, 却如雷贯耳的软出。 看到软出的那一刻, 我的心里止不住的危机感, 那可是软出啊, 那个让许慎失去理智, 为她疯狂地软出。 我张了张嘴巴,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从心里生起的无力感和恐慌将我淹没。 许慎慌乱地拉住我的手, 玲玲, 听我解释。 话还没说完, 软出就跑了过来, 又一次抱紧了许慎。 就在我面前, 这么光明正大地抱着许慎。 我气得牙齿搁吱响,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理智。 历生喝道, 这位小姐, 你抱的是我的男朋友, 能不能自爱一点? 你说许慎是你的男朋友? 她像是听了一个荒谬的笑话, 不可知信道, 不可能, 许慎。 话还没说完, 就被许慎打断了。 软出, 你闹够了没有? 我说过, 我们结束了。 许慎皱着眉, 眉眼间带着几分少见的力气。 刚才还明艳地软出, 像受到了什么打击一样, 动了动嘴, 却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只一双眼, 楚楚可怜地看着许慎。 而许慎一把拉过我就走, 甚至没有多看软出一眼。 到了家, 我冷漠地直奔主题, 你解释吧, 我听着。 许慎又想凑过来抱我, 被我一把推开了, 没解释清楚, 就别碰我。 许慎被抱住的画面, 在我脑海里一遍遍回放着, 我的一颗心, 像被小刀割成了一片片, 我终于好像明白了, 凌迟是什么滋味。 许慎低着眼睛, 轻声解释道,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只是软出已经是过去式了, 对我来说就是陌生人, 我跟他以后也不会有可能。 他抱上来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 我是要推开他的, 我没有想到你就在这个时候看见了。 他的眼神里带着分明的恨意, 这一辈子我都不会跟他再有牵扯。 许慎摸摸我的脑袋, 温柔地说道,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听到许慎的话, 我的心里却没有半分安慰, 只有酸涩和嫉妒, 如果不是还有感情, 怎么会恨呢? 如果真的不在乎, 提到他应该是毫无波澜的。 其实软出赢得很彻底, 许慎平时这么冷静自持的人, 却会因为他产生这么激烈的情绪变化, 而我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输家, 是他们爱情中的局外者。 昨晚的电话也是软出打的对吧? 许慎张了张口, 最后还是沉默地低下了头。 是, 我笑出了眼泪, 你一而再, 再而三地骗我, 你要我以后怎么相信你? 我看着他为了挽留我, 把昨晚未接的那个号码, 当着我的面, 拉入了黑名单。 我听到他一句又一句的解释。 玲玲, 你知道我跟他早就结束了。 我跟你第一次见面就说过, 当年我出国, 软出跟我分手的那一刻, 我和他就没有可能了。 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 那些都已经过去了, 我的未来是和你, 我没有犹豫过, 我想得很清楚了。 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戒指盒, 打开, 里面的钻石戒指再闪闪发光。 他苦笑着, 我这几天回来的晚,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去定制戒指了。 我想向你求婚, 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怎么求婚, 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 许慎丹西跪地, 玲玲, 嫁给我好不好。 原谅我现在卑鄙地想要把你绑在我身边, 我真的害怕你会离开我。 见我长久地沉默, 许慎哀求地红了眼, 语气里有一丝哽咽。 玲玲, 你不要放弃我好不好。 我们说好的, 未来里要有彼此。 我们已经在一起三年了, 你舍得吗? 你不要抛下我好不好, 我没有你不行的。 我承认, 我还是心软了, 三年的感情, 不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 更何况, 加起来, 我已经喜欢许慎整整七年了, 那是我整个青春啊。 现在他也选择了我而不是软出, 如果现在就放弃了的话, 我真的不甘心。 于是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滴滴响起, 好, 许慎, 我们结婚吧。 许慎欣喜地抱住了我, 给我戴上了那枚戒指。 但, 我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不是对的。 做出这个决定的, 我好像一个赌徒, 虽然软出拥有了许慎, 刻骨铭心的过去, 但我赌自己能用时间战胜他们的过去, 拥有许慎的未来。 我试图用婚姻为我的感情加码, 把软出踢出去, 赌一把吧。 我对自己说, 不管输赢, 赌过了才没有遗憾。 但当时的我没有想到, 我不仅赌输了, 还输得很惨。 软出在婚礼之前给我发过消息, 带着满满的自信和笃定, 你信不信, 只要我一句话, 你们就结不了婚, 许慎他永远在意我。 我的心猛地一跳, 但还是不甘示弱地回到, 可别这么自信, 过度自信就是自负了, 一直拿着过去说事, 有意思吗? 明明许慎都在往前走了, 那边再没有回复。 婚礼当天, 妈妈坐在我的房间里, 哭得一抽一抽, 交代我婚后夫妻的相处之道。 向来沉默的爸爸也红了眼, 只叮嘱道, 过得不开心了就回家。 我也忍不住眼泪汪汪, 父母对子女的爱永远是无私的, 我的爸妈也帮我捧在手心里, 爱了整整二十七年。 正在这时, 许慎走了进来, 打破了伤感的气氛。 她拍了拍胸脯, 牵过我的手, 跟我的爸妈保证, 岳父岳母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玲玲的, 绝对不会让她伤心。 爸爸妈妈点点头, 背过身子, 用手拭泪。 婚礼进行曲奏响, 我和许慎马上要入场, 许慎却突然来了一个电话。 许慎女生的第六感, 直觉告诉我是软出打来的, 想到了那条短信, 我下意识想要阻止许慎去接这通电话, 以防婚礼有所变数。 乖,没事。 我接个电话就回来, 许慎拿着电话就走, 我的话就这样噎在喉咙里。 许慎回来后, 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我心里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果然, 下一秒, 就听见许慎小心翼翼地说, 玲玲, 我们婚礼推迟下行吗? 这一句话让我如坠冰枯, 好冷啊, 从心里生上来的冷。 我努力挤出一个笑, 今天不是愚人节啊, 阿慎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呀? 阿慎, 你别闹了, 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我心里却经过了千万次祈祷, 拜托, 许慎你说这是玩笑好不好? 能不能像以前一样, 语气温柔地对我说, 傻瓜, 这也能信呀。 对不起, 不是玩笑。 玲玲, 阮初为了我们的婚礼要自杀。 她沉重地叹了口气, 我没办法放下她不管。 那你就能放下我不管是吗? 我冷声质问道, 却压根控制不住声音的颤抖。 我跟你说许慎, 你今天要是去找了阮初, 我们以后就完了。 我和阮初你今天只能选一个。 再也忍不住掩饰的哭腔, 我死死抓住许慎的手, 不让她走。 我不许你去找她。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回来, 你想怎么惩罚我, 我都没意见。 许慎却不顾我的哀求, 焦急地甩开我的手, 就离开了婚礼现场。 我捂住胸口, 无力地弯下了腰, 贪坐在地崩溃大哭。 她放不下阮初, 却舍得放下我。 她明明知道这样做, 我会面临着什么, 却还是这样做了。 此时婚礼马上就要开始, 门外都是来宾。 她抛下了我, 让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婚礼已经开始, 新郎新娘却迟迟没有动静, 爸爸妈妈担心地过来看, 只发现崩溃大哭的我。 妈妈跑了过来, 担心地抱住我, 怎么了, 闺女。 她着急地四处张望,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许慎呢? 许慎, 她, 抛下了我。 我哭得一抽一抽地, 说话断断续续, 但是他们也基本知道了发生了什么事。 爸爸气得呼吸急促, 我马上找许慎算账。 我非打断这狗东西的腿不可, 说着, 她就气势汹汹地往外走。 没想到, 下一秒就晃悠着倒了下来。 老乔, 爸爸, 那是我人生中最兵荒马乱的一天, 闹剧般的婚礼, 救护车的鸣笛声。 耳边似乎还充斥着来宾的窃窃私语, 婚礼怎么没有新郎的呀? 新娘的父亲怎么了? 听说新郎逃婚了, 新娘父亲被气晕倒了。 哎, 那可怎么办哟? 新娘可怜的嘞。 妈妈坐在医院的长椅上, 默默流泪。 闺女, 你说你爸爸会没事的对吧? 我用力握住他的手, 语气坚定, 老乔一定会没事的。 他知道我们娘俩没有他不行。 我的语气里, 也带着哭腔。 老乔答应过的, 他要做我们俩一辈子的超人, 保护我们一辈子。 现在才半辈子, 老乔最守信用了, 不会食言的。 你说得对。 妈妈用力点了点头, 擦掉眼泪, 我们要相信他。 看到病房里的医生出来, 我和妈妈着急地冲了上去。 医生, 请问乔大志的情况怎么样? 医生安抚道, 病人是因为情绪太激动, 再加上本来就有的高血, 压彩导致的晕倒, 多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现在病人已经醒了, 平时注意清淡饮食, 减少情绪起伏就好。 淡定温润的声音, 仿佛有镇定心神的魔力。 我和妈妈进到病房, 果然爸爸已经醒了, 他向我们招了招手, 我和妈妈连忙跑了过去。 妈妈握住爸爸的手, 红着眼, 老乔, 你可吓死我了。 你要是走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而我又担心又愧疚, 爸爸,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才会这样。 都是因为我, 我看错了人, 才会把一切闹成这样, 还把爸爸弄进了医院。 你们别担心, 我没事。 爸爸握住了我们母女俩的手, 不过, 玲玲, 以后不要跟许慎友牵扯了, 你答应爸爸好吗? 我哭着保证, 爸爸我知道的, 我和许慎完了。 从许慎毁婚的那一刻, 就已经彻彻底底结束了。 而我的爸爸甚至因为这件事 被弃进了医院, 我对许慎, 如果说感情, 也只剩下恨了。 许慎的父母来过医院, 连连道歉, 面带羞愧。 向来温柔的妈妈只是淡淡道, 也是我们闺女高攀不起了, 以后不用来了。 爸爸也沉下了脸, 最好的道歉, 就是以后我们两家不要再有牵扯了。 因为这场婚事, 两家直接从亲家变成了仇人。 许慎给我发了很多条消息, 我一条也没看, 短信的内容我想也不用想就知道是什么。 伤害过后的那些话, 都显得虚伪的可笑, 婚礼那天的耻辱我永远忘不了, 抛下自尊的哀求, 却还是留不下它。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 这些年都是我在自欺欺人吧, 我拿什么跟阮初比呢? 阮初是她轰轰烈烈地初恋, 是她刻骨铭心的青春, 而我把我的青春给了她, 在她心里以前可能是路人甲, 现在或许是合适过日子的人选。 哪怕是在我们的婚礼, 阮初也能够叫走她, 那么我认输。 我成全你们伟大的爱情, 命运就是弄人, 越不想见到谁, 就越会见到谁。 就在医院我撞上了许慎, 你身体不舒服吗? 许慎紧张地想要拉过我的手, 我厌烦地躲开, 你怎么在这? 她没说话, 欲言又止地张了张嘴, 却一句话也没说。 我了然地一把 抢过她手里的病例报告, 果然看到了一个刺眼的名字, 阮初。 许先生陪着自己的爱人看病来了呢? 我冷笑着说道, 把病例单踩在了脚下, 我可太恶心了, 不管是阮初还是许慎, 我的爱人是乔玲玲。 许慎慌乱地又试图拉住 我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但是你不要说那种气话好不好。 我说得句句实话, 我一字一句地说, 毕竟为了初恋, 连新娘都能抛在婚礼上, 把新娘爸爸气进医院。 听到这话, 许慎乌黑湿润的双眼满是无措, 我不知道会这样, 伯父, 伯父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原本从前我看着觉得欢喜的脸, 现在竟让我觉得厌烦, 也不想再多看一眼。 许慎, 不用你操心, 这跟你没关系。 我抬脚便要走, 这怎么会跟我没有关系呢? 许慎眼眶发红, 像一只受伤的小兽, 他紧紧攥住我, 低声哀求。 我知道这件事, 我错得彻彻底底, 玲玲你再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不等我说话, 他又着急地想要为自己加码似的, 说了一句又一句, 我会向伯父请罪的, 只要你能原谅我, 我做什么都行。 我厌恶地甩开他的手, 冷冷道, 许慎, 你可别说这种话了, 我嫌恶心, 还是觉得不痛快, 我目光尖锐地看着他, 你当初不是说敢对我不好, 就天打雷劈吗? 你怎么还没被雷劈死啊? 听完这话, 他好像丧失了所有的力气, 神思恍惚地留在原地, 看着我的背影越走越远。 走出医院的门, 电话又响了, 这几天的电话真是前所未有的多。 喂, 沈小姐, 我是阮初, 如果你有空的话, 我们能一起吃个饭吗? 我有话想跟你说, 关于阿慎的。 听到这个声音, 我只觉得,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像只刺猬忍不住竖起了全身的尖刺。 和阮小姐, 吃饭我可吃不下去, 跟一个插足别人感情的, 没有道德感的小三我, 更是没有什么话好说。 不等对方反应, 我立马挂断了电话。 对方显然不想就这样善罢甘休, 发来了一条又一条短信。 软小姐, 我知道婚礼那天是我不对, 可是我真的太爱阿慎了, 我不能没有他。 我相信同样爱着阿慎的他, 你能理解的对吗? 我和阿慎是彼此的初恋, 我很后悔当时不懂事要跟他分手, 让他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阮小姐, 你知道吗? 阿慎当年也为我自杀过。 透过他的话, 我仿佛能看到当年爱得热烈的少年少女。 少女因为心爱的男孩要出国, 而丧失安全感, 强硬要分手, 而爱得热烈的男孩不肯放手, 以生命威胁。 而我的存在他妈的就好像是个笑话。 好恶心, 真的好恶心, 气氛又难堪, 我颤抖着手指输入一段有一段的话, 最后姗姗简简, 只会成了一句简短的话。 以后别来找我了。 你那副火烧眉毛的样子看着挺可笑的, 至于这个男人, 我玩你了, 送你了。 我和许慎彻底没有可能了, 那间公寓是许慎的, 我的东西放在, 那也不合适。 我特意挑了个许慎, 平时应该在上班的点去搬东西, 但没想到推开门, 就看到了一个最不想看到的人。 许慎难得有这么一副颓废的样子, 衬衫皱巴巴地挂在身上, 下巴也重新长出了清茶。 看到我连忙从沙发上冲了过来, 眼睛里似乎都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灵灵, 你回来了。 我不冷不淡地应了声, 回来搬东西。 你要搬去哪? 他紧紧扣住我的肩膀, 我们的家在这, 我也在这, 你要搬去哪? 他妈的, 你别恶心我了行不行。 想到了软出发来的那些短信, 和许慎毅然决然地在婚礼那天抛下我, 心中的憋屈和恨意直接让我红了眼, 再也伪装不出来那副冷静的样子。 许慎, 我再说一遍,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一把推开许慎的手, 你就和你的软出双宿双飞吧, 婊子配狗天长地久。 我含着泪冷冷地笑了两声, 进到卧室里收拾行李, 但我收一件, 许慎就放回一件。 很好, 我不要了行不行, 都留给你。 说着我直接扔下行李箱, 就要往外面走。 我不许你走,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玲玲, 我不能没有你, 没有你我会死的。 许慎崩溃地紧紧抱住我, 那你就去死吧。 我此时只恨男女之间力气的悬殊, 我手脚并用地试图正开她的怀抱, 但是面前的怀抱似乎一道铜墙铁壁, 怎么也正不开。 气急之下, 我狠狠地用牙齿咬她的脖子, 试图让她放手, 但许慎仿佛感受不到痛觉似的, 一双手臂依旧紧紧箍住我。 气氛和委屈让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情绪像开了闸的洪水, 根本控制不住。 一句又一句尖锐的话脱口而出, 甚至不想经过大脑的思考, 我只想狠狠刺伤她, 让她跟我一样痛苦。 别老跟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有什么用呢? 你的那些行为, 一句对不起就能被原谅。 因为你, 我被抛在婚礼上受尽嘲笑。 因为你, 我爸爸被弃进了医院。 因为你, 我们两家从亲家变成了仇人, 也是因为你, 让我从此对感情失去了期待。 我直直地盯着她的双眼, 一字一句道, 就因为你的一句对不起, 所有这些都可以当没发生过吗? 看着许慎痛苦地捂住了脸颊, 我只感觉到一阵说不出的快意, 我只想让她更痛。 我把那个一直没机会归还的戒指盒丢在许慎脚边, 像扔一个垃圾。 戒指盒落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我看到许慎无力地瘫坐在了地上。 许慎,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遇见你。 我咬牙切齿道, 你和阮初都叫我恶心, 你们的每一句话都叫我反胃。 许慎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 以后就别出现在我面前了, 你一出现我就能想到那些恶心的过往, 你放过我吧。 说到最后, 我的声音里再也掩不住哽咽和颤抖。 许慎哆嗦着嘴唇, 眼里只有一丝微弱的光。 求求你, 再给我最后一个弥补的机会,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知道这时候只需要我的一句话, 就能把他的希望彻底毁掉。 似是想到了什么好玩的事, 我眼神示意了一下茶几上的水果刀, 你不是说什么都愿意做吗? 你要不惩罚一下自己, 说不定我就回心转意了。 别死了就行, 我可不想为了你这种人坐牢。 我平时不是尖锐的人, 可能是恨极了, 此时我好像天赋一柄般, 各种伤人的话都冒了出来。 听到这话, 许慎却像抓住了什么救命稻草般, 抓起水果刀, 毫不犹豫地捅进了胸膛。 他眼睛发亮地看着我, 一刀够吗? 要不再来一刀? 丝毫不顾被染红的胸膛, 许慎又狠狠往自己身上扎了一刀。 我丝毫没有感到动容, 眼神闲雾地看着狼狈的男人, 痴笑道, 许慎, 你现在可真脏, 至于原谅你, 都是骗你的傻瓜。 刀刺进身体的时候, 许慎的表情都丝毫没有变化, 但是听到这话, 他却像再也撑不住一般, 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透着绝望和死寂。 后来还是许慎的朋友发现他, 将他送往了医院。 我没有去医院看过他, 在我心里, 他的生死已经与我无关了。 他的朋友曾经给我打电话。 语气透着哀求, 嫂子, 你就来看看他吧, 没有你他现在就像个活死人一样。 你不是最爱他了吗? 你们当初情感多好, 你不要这么对他, 许慎真的很可怜, 也是真的很爱你。 是啊, 我当初那么爱他, 换来的是什么? 是耻辱, 是抛弃, 是痛苦。 想到这, 我冷笑道, 我不是你嫂子, 别说活死人了, 他死了, 我都不想看他, 跟他在一起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男人有些气愤, 你不来看他也就算了, 怎么还说这么无情的话? 那他当初做这些事, 就不无情。 我冷冷地反问, 将对方噎得说不出话。 如果他真的还有良心, 就不要再来找我, 因为见到他我只会恶心。 说完这句, 我毫不留情地挂断了电话, 许慎的朋友应该是告诉他了我的话。 从那以后, 许慎没有再来找过我, 但我知道他其实一直在。 我下班之后, 黑暗里默默追随的身影, 直到我回到家, 那道身影才消失。 回家路上坏掉的路灯突然被修好, 试图对我性骚扰的上司突然跟我卑躬屈膝地道歉。 手机里偶尔会有他发来的短信, 灵灵, 我会做你爱吃的红烧肉了。 灵灵, 今天下雨, 记得要带伞, 诸如此类。 我一条也没有回, 他似乎要把我以前为他做过的都做一遍。 这算什么? 自我感动的把戏吗? 就做这些吗? 许慎你欠我的可太多了, 我又想惩罚他了。 于是我恶劣地笑了下, 时隔一年给他发了唯一一条消息。 这几天, 我们重新办次婚礼吧, 虽然我不一定会去。 不是不一定, 是我一定不会去, 许慎你不是要还我吗? 那就从这次开始, 你也来感受一下婚礼只有一人, 被嘲笑被议论的侮辱滋味吧。 好, 不一会许慎就回了信。 还是7月8号, 国际酒店吧。 你也在这接受和我一样的痛苦吧。 这是最后一个惩罚。 婚礼那天, 我没有去, 悠闲递刷着手机, 等待时间过去。 听说那天, 许慎一个人出现在婚礼上, 被很多人骂疯了。 听说许慎那天身体美好全又喝到未穿孔进医院了。 好笑的是, 竟然在我爸爸曾经的病床上。 听说阮初和以前一样用自杀威胁他, 但没用, 还真进医院了。 好一出闹剧啊, 我神色平静地给许慎发了之后, 一条消息便把他所有联系方式拉黑了。 覆水难收, 余生再不想见。 我相信他能明白, 现在我们彼此不相欠, 也不要再相见了。 相见只能平增烦恼和痛苦。 多年后, 我从德国出差回来, 在机场再见到许慎, 此时我已经心无波澜, 再无爱恨了。 往事已成云烟, 我已经不再深陷于过去, 倒是许慎紧张又惶恐地 看着我身边的小女孩。 声音都发着抖, 玲玲, 这是你的小孩吗? 我点点头, 不欲多说, 却见她笑得比哭还难看, 很可爱, 真的很可爱。 我没有告诉她, 这是我领养的孩子, 因为没必要。